那我们这边问一下威爷 你是有写一本书还是一篇文章 我写一篇文章 说叫人生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意外 对 意外跟风险 对 其实几年前 日本出一本下流老人 这本书我看了以后非常恐慌 我们听到下流老人 我们大家都有吓到 想说什么到底包含哪些 对 我想说年轻上流 就不会变成下流老人了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书里面列出了十个人生 你一想不到的意外 可以让你变成下流老人的意外 所以我大概就念给大家听一下 观众朋友注意了 你虽然现在很安全 日子过得很平顺 但是有几个是我们想不到的 我们大家小心一点 对 其实大家可能会想得到 但你不想想而已 第一个就是想不到 自己的双亲会生病 你要照顾双亲 当孝子孝女 而且这个阶段大概要满多年 时间要滑多年 差不多是五十岁之后 对 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双亲 对 第二个想不到自己会病残 自己会病残 对 就突如而来的意外 就像刚一分前想的 我只有残残 那已经好了 然后第三个是没有想到 自己的子女会病残 没想到自己的子女 是 然后第四个就是想不到 自己的子女会啃老 想不到自己会 对不对 你没有想到 每个人都以为 对啊 其实早都知道 就是个没有用的 糊不上墙的 然后第五个是想不到 自己的财产会被骗走 诈骗集团 亂投资 对 然后想不到自己的财产 会被重创 财产被重创 对 就可能你原本的投资 好像都很稳当的 就可能比如说公司倒了 或是怎么样 这样你一想不到的意外 是 短很稳的事情 然后出现了一些变化 是 然后第七个是想不到 会有意外的赔偿 这个书里面写到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大概六七十岁 老先生他开车的时候 出了车祸 很多这样的社会新闻 撞坏了一堆车 是 结果他把他自己的养老金 全部都付赔偿金了 对 这是日本的案例 所以你没有想到会不会 自己需要这样的意外赔偿 很多这样的社会新闻 而且如果说不是你自己撞 如果是你亲爱的宝贝儿子 撞了一百折 你可能也是要赔进去的 对 然后第八个跟第九个 都跟房子有关 就没有想到自己的租金 是这么沉重 或是你老了以后 找不到房子可以租 因为现在台湾很多的房东 都不太想把房子 租给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租客 对 可能大家都讲说 不用买房子没关系 可是真的到老人就知道房子 真的很重要 被人家赶 租房子被人家赶的感觉 我可是从小就体会过 这个真的很不舒服 可是以前我们都会怪房东 对不对 就觉得房东无良 你要干嘛赶房客 可是前不久我就觉得 我开始同情房东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就租给一对 年纪很大的夫妻 就六十岁就租给他们 也租给他们二十年了 他们之前都有如期的缴房租 可是后来就不缴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小孩生了重病 然后需要住院 要一大笔的医疗费用 那你想想看 租屋的人他本来就没什么存款 他才会去租屋嘛 现在小孩又出了状况 那他是把把钱挪去照顾孩子 虽然孩子五十岁 但还是他的孩子 他必须要照顾了 然后他就没办法去缴 那个房租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那个房东也很可怜 他说我就这一个房子 然后我也要负担 我的退休金生活 你不给我钱 那我怎么过日子 然后这样子听起来 我又觉得 我有很同情房东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其实是一种恶性的 一个不良的循环 是 说够了吗 最后一个 就是老后无伴 老后无伴还好吧 轻松嘛 少一个花钱的 挺好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就是提醒我们有好多 会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能 我们也忙了一辈子 也不能每天就是这样子 担心受怕的 对不对 有时候真的很两难 但我们这边问一下 韵芬姐 说你现在 有享受着半退休的生活 虽然不是说乱花 这个瞎花 但是还是让自己 能够小小的任性一下 我觉得半退休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我记得在四十七岁到四十八岁的时候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忽然被退休了 那什么意思 被烧掉了 就你没工作了 报社收的收关的关 裁员的裁员 减薪的减薪 就很多都变名嘴了 很多没有上电视的 就真的退休 对 你不要说我们媒体圈好了 有很多金融主管 他也要尊洁开支 然后他就被退休了 公司又说谢谢你 对 就你不用来了 感谢你对公司多年的付出 就他已经是一个高阶主管了 我看到很多的总经理副总 也都没工作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被退休 还没反应过来 就有警卫排着你到你的桌上 对 把电脑什么都关掉 你自己的私人东西 都放一个纸箱自己抱着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在外商公司 第一句话一定要写说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就要跟大家say goodbye了 只是他说 我电脑已经打不开了 被锁住了 你连跟大家用电脑回封Email 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就给你一个纸箱 你把你自己的杯子 你的文具什么 是你自己的带走 旁边还有一个警卫在看着你 可是你被退休之后 我觉得像另外一个山丘 又可以再起来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你自己的性格 可以决定你的命运 像我自己 其实我也因为腿断 我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在我在病床上面的时候 或我在坐轮椅的时候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 我如果不站起来 我还有什么事可以做 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写作 对 然后后来你知道吗 我在主的拐杖的时候 我还去学校兼课 虽然兼课一堂课没多少钱 可是我跟学生讲说 老师主的拐杖来 拜托你们也别看手机了 别吃便当了 就好好听课吧 结果我的班上每次都超修 很多人就拜托要上我的课 结果我又得到另外一种 一种养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半退休的时候 像我那么多朋友 我刚刚讲过 很多圈都有这种半退休 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我们会觉得很难过 可是最后我再回头想这一段 我觉得是福不是祸 因为你可以选择再去创业 我也可以选择东山再起 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 我觉得不见得是华丽转身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像你这么华丽 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优雅地转身 然后去面对更好 所以我觉得半退休来讲 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 我的收入的确是下降了 但是我终于可以去做一些 我想要做的事了 比方说我真的认真去运动 刚刚他们来问我说 玉闷姐你现在 一个礼拜运动几天 我说三天 做什么 但没有 我做瑜伽 我也想学你劈腿 对 因为经长一寸多活十年 对 对 对不对 经拉一寸受延十年 我也去做重力训练 是 对 我应该 我可以扛起四十公斤 如果堵铃是四十公斤 我应该可以扛起来 但如果你六十的话 我可能要用臀举 才举得起你了 就是我可以举到六十公斤 所以我觉得重力训练 我也可以去做 然后另外 我一个教练七十岁了 我一个教练是女生 我今天不知道听谁讲说 李燕秋 燕秋姐也是在做重训 她也在做重训 所以她可以扛到七十公斤了 那她比我厉害多了 那你看我那个教练七十岁了 你是一个女生 身材非常的曼妙 所以我也跟她学有氧 所以你看 我可以去运动多开心 然后我竟然去画画了 我小学三年级都没有 之后就没有画过画了 可是我竟然跟了老师 就学了画画 然后我还开了画展 好害羞喔 因为我讲了一句话 凡买我画者必叫干爹 所以画卖得不错 可是我很感人 就是说我卖的话 其实去捐作很多的公益 因为我的画其实不值钱 第一个我也没有失出名门 我也没有很好的基础 对不对 第三个我还没死 所以我的画也不会很值钱 可是就是说 我们既然是为了公益去做 然后就很多的 就善心人士 就愿意高价去标 标了以后 我觉得她挂回家也很开心 然后我们也把钱都捐出去 所以我就觉得中场之后 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事 你只是收入少一点点 可是你有很多好玩的事 可以再进行 但我觉得玉玮姐 这是你想得开 我有听到 看了一个报道说 人有这个报复性创业 你说很多这个高阶主管 忽然就被退下来 对 她原来是主管 面子挂不下去 回家也没有讲 也不敢讲 对 你找工作 谁要请你这个大主管的 来工作 你讲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时候 拿着原来攒的那点老本 就拼下去最后就像老师讲的 我五六十岁 我以为还不老 我再拼一下 对 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我身边就有亲身的案例 你知道他就是从高阶总经理下来 然后后来他竟然又去做一个 电商的总经理 那我心里想这也差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说实在电商 或者你应该要找年轻人 不可能找到你这已经六十几岁的人 然后后来有一天 他竟然忍不住告诉我 我说这个许总 许总 许总 我说许总 那你怎么会做这一个 然后他就跟我说 韵芬 我是花钱买官 就等于说我投资了 人家才让我当总经理 对 所以你知道他把他的钱 都投进去了 可是这个事业并没有做成 这完全是要面 然后他还瞒着他老婆 很可怕 我都不晓得他离婚了没有 因为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危险 真的他就是花钱买官 因为他在高位上已经下不来了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买到一个高位 可是他又乱投资 这是事业的乱投资 非常非常的危险 尤其在五六十岁这个时候 对 我们以为身体还健康 可以最后一步 但有时候是大环境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那如果现在提早退休 你有什么建议 提早退休我觉得要几个前提 第一个你一定要盘点你的资产 你到底有多少钱你清不清楚 你清不清楚 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没钱 我总觉得我们都是抱着金山银山 然后说自己没钱 如果你有自由住宅 你在台北市 你好歹千万起跳吧 所以你有没有一间房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台湾其实自由住宅率的 大概有86% 等于86%都有自己的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这个会非常重要 因为再不计 我把这个房子卖了 或者我们讲以防养老 每个月他会给我钱 就是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 所以你应该盘点 盘点我到底有没有这一间房子 自由的住宅 那如果有两间以上那更好 那就以后可以再聊 就是说怎么样留房养老 你可以出租 对不对 你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有一间房子很重要 那第二就是你有多少的现金流 很多人都说我没有钱 事实上我们有劳保劳退 有人说劳保其实是会破产 那当然劳保也要进行一些改革 这是必然的 可是你会知道你每个月 大概就是会有个一两万 你大概基本上会有两万 然后你自己有劳退的部分 可能有几千块 所以你可能有两万五左右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房租的收入 可能有一万 你是加起来的 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退休 我一亿再来退休 你算一算你也没一亿 你只要每个月你加起来 是不是OK的 就OK 比方说像我一个朋友 他其实没什么钱 但是他每个月都有四万块可以花 不只四五六万块可以花 他才一千万而已 一千万他去找一个投资报酬率5%的工具 他一年有五十万左右 不能够说是 我只能说稳定 我没有说他固定 五十万 五十万除以十二个月 是不是有四万多 对不对 那加上我刚刚讲 劳保劳退 是不是有两万 六万块可以过日子 很好啊 对啊 你一定要去把抽屉翻一翻 然后看看你有多少钱 这很重要 所以大家领到的退休金 或者攒的 从我退休的 被退休 或者是退休的那一天开始 这个数字就固定了 开始就是坐吃山空 花一笔 少一笔 这时候就很急 我刚刚讲了 如果说你是一千万的 你有一个五%的投资工具的时候 你没有坐吃山空 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你是领了利息的五% 所以你没有坐吃山空 对 那如果有一种人 就是他没有小孩 他坐吃山空 也没有关系 比方说我领五%对不对 我可能我的一千万 会变成九百八十万 点九百万 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损失 因为现在有些配息 是我的肉 再加上我的利息 就是也会配到我的本金 那也OK啊 他也想得开 他就告诉我说 没关系 我剩多少钱 我把它捐给公益啊 所以你要看 你有不同的考量 再来做不同的决定 所以简单的来讲 第一个 你有一间房子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 我希望你的现金啊 你的现金盘点一下 你的股票 你的这个 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钱 主宝啊 算一算 我觉得五百万到一千万 我觉得 有人张这么大嘴 是什么意思啊 就五百到一 要退休的时候 要退休的时候 就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安全的 你说银行利率这么低 这个安全又保本的 这个5%的工具是什么 我想5%的工具 其实现在有多重资产配置 有一种叫目标到期基金 我觉得你把它搞清楚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说 去买一些ETF ETF不是只有005 0056 也有其他的ETF啦 也有其他的ETF 我觉得你只要买一些 比较稳定型的都很OK 4%到5% 我们以过去的经验值 过去长达几十年的经验值来讲 是可以达成的 是可以达成的 谢谢 我们以前 放在银行的利息也有8% 只是说我们现在不能够确定 我们未来退休的时候 我们的银行是不是一样有8% 我刚买房子的时候 我的房贷是11% 但银行定存是8% 只是说我们不能够确定 我退休的时候 是不是银行的利率正在高峰 所以我必须要帮自己找到投资 所以如果在退休 晚年退休的时候 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有房子 第二个要有钱 第三个找到投资工具 第四个要把你所有的钱 化整为零 你就去买一个年金 然后每年就给付你50万 这样就好了 你怕你被骗 因为如果你今天买了年金 你的钱都放在保险里面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那个黄老师 张老师 现在有个投资报酬率不错 开个饭店 然后每年报酬18% 要不要来投资1000万 你心很动 可是你说不行 我钱都放在保险里面 我领不出来 我是有钱 可是我领不出来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双重保险 把你的钱扣在保险里面 那叫年金险 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大家尝试了解一下 年金险 对 但是大家不喜欢推年金险 对 因为年金险说实在的 因为对于硕险过人来讲 没什么佣金的收入 但我们知道 他就是把钱锁住 所以如果我们中乐透 我们也是可以买这样的年金险 你就保证我一年给付我多少 就好了 年金险有4% 5% 年金险它大概没有这么高 它没有这么高 但它只是我的一部分 那我投资还要一部分 可能年金险你现在利息这么低 你大概1% 2% 可是我可不可以找一个3%的 不难喔 不难喔 我待会开诊断书给你 真的不难 玉芬姐的演讲要去听喔 节目要听喔 真的 真的不难 因为我只是觉得 大家都很想要吃泡面 就是说吃方便面 那你要花一点时间去 就这样大家正在找0050的时候 其实我找到不同的股票 其实我赚的就是0050的 你倍 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说大家你要花一点功夫啦 对 但退休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冒太多的风险 找一些看起来像现在有很多叫ESG 这些基金 这些基金其实它有赚尽社会责任 然后有做一些环境的保护 又选一些龙头股 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过去有很多人买了以后说 欸 怎么还没赚 我说你给它比较长的时间 你要看它长期的一个报酬率 如果你看起来是有4% 5%的 我觉得是安全的 然后千万不要听别人乱讲 千万不要听别人乱讲